第一件事呢 請你幫我在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找到有一個點VIP的檔案 就是全選有一個例子 那你下載解壓縮之後呢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這個下載區啦 我就不動了啦 反正就在這邊就對了 那只是說 因為我們前面是還沒有講到有關絕對路徑 之前好像都是在同一個路徑底下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絕對路徑沒關 你就給它一個 哪一個持跌機的哪一個資料夾嘛 你就給它就好 它就可以找得到了 OK 那只是說我們有幾個需求啦 如果啦 幾個問題好了 如果假設以這一題來看 第一個 如果我希望把它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當然我不是這樣用人工的方式 我是希望你寫個拍像程式 然後把這件事完成的話 那利用你之前學過的知識 可以把它完成的話 應該 可以想到吧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啦 你開一個檔OK 可是你開下一個檔怎麼辦 對不對 三重點tst 可是下一個你怎麼知道是中立點tst 再下一個你怎麼知道是台中點tst 有沒有意思類推 那除非說你要怎麼樣 你說那老師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輸出成一個文字檔 然後它裡面把它變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我是可以一個一個取得它的檔名跟副檔名 剛問題來了 你怎麼有這個 你如何可以把這個資料夾裡面的這一些檔名副檔名變成一個串列的方法 OK 那如果沒有 那等於又 接下來跟各位講 其實在Python裡面有一個內建的一個模組 它這個模組名稱叫OS OS O的話應該就Operation S應該是System 就是作業系統 OK 如果你想要得到這個答案的話 你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應該是在第31頁的地方 有一個叫OS的模組 那這個模組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做哪些事 底下都有 那比如說可以建立目錄 有沒有OS.macdir 它可以幫你建一個目錄 有沒有 以後如果你假設要把處理完的資料 放在一個新的資料夾裡面的話 可以耶 然後可以刪除 可以命名 可以刪檔 刪檔的話 點remove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將來你想要移某些檔的話 點remove掉都OK了 那但是我們剛剛的需求是需要什麼 需要知道就是那個目錄底下 目錄底下的 可以不可以給我那個目錄裡面的 這個就是所有檔名跟副檔名 那最好的話可不可以return 就是給我一個結果 直接乾脆幫我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就好了 有沒有 那串列比較好解決就是 那我之後可以配合回圈 那我這個回圈的話我可以for i in range 從0有沒有 到它總共的那個數量 那我就可以把它一個一個做處理 那如果我可以把它一個一個取得名稱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我可以用之前學過的 f等於open open什麼呢 給它入鏡 給它檔名、副檔名 然後呢我就把三重先打開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我用read 把它read之後呢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它放在有沒有 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然後呢 第二個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再開下一個檔 一樣再把那個檔打開之後呢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放到那個串列的後面去就對了 有沒有 它不就一直串、一直串、一直串 串完之後呢 你再把它寫檔出去 也許那個檔名叫all.txt 就可以寫出去了 所以基本上 只要解決什麼 第一個問題 就是把那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的檔名、副檔名通通抓出來 變一個串列這件事可以解決的話 那接下來就簡單了 所以呢 當然第一個 我們在講這個之前 你說要開檔 一樣我們就先什麼 先 先開一個空白的好了 那一樣啦 假設啦 我們先不要跳這麼遠 我們先開三重好了 先把三重先打開 怎麼把三重打開 還記得吧 f等於open 對不對 然後open什麼呢 當然你接下來就是要檔名、副檔名 你說 我們當然之前是直接放在這個目錄底下 所以你當然之前是直接給這個檔名 當然問題是它現在沒有跟你放一起 所以如果你給這樣它一定找不到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找到 記得喔 把上面的這個路徑點一下 然後複製一下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路徑點一下 再把這個路徑加到它的檔名跟副檔名的前面 OK 把它貼上 記得喔 在最後一個目錄 這個目錄的尾巴的地方 記得要加一個反斜線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後面加一個do.r do.r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就是用什麼呢 用這個f.read 把它全部讀出來 還記得吧 read 然後read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外面加一個print就可以了 所以把它print好了 print它 OK 好 理論上應該就沒問題了 但是喔 可能有一個衍生性問題 就是這個 反斜線 反斜線它是拖曳智原喔 所以拖曳智原的話喔 原則上它是保留的 就是有被用到的一個 一個智原 所以呢 基本上可能要兩個啦 但是我發現喔 以前舊版好像要改兩個 但是新版的好像不改沒關係 喔 所以我們run一下 如果不改喔 我看看你之前好像一定要改兩個 所以現在 這邊會出現喔 他說與法錯誤 那一定要改兩個 可是你說老師那這邊有這麼多耶 這麼 總共有幾個啊 一二三四五個耶 那很浪費 各位講 如果假設你有很多個 這種拖曳智原 你不想改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直接在這個字串的前面 加一個小r就可以了 這個小r的話 就跟他講說 我裡面有很多的那個 就是這種拖曳智原啊 那我後面都一樣 所以我不改 所以我加一個小r符號 跟他講說 原來我很多路徑 你就不用 就是要記得幫我把它略過啦 不要發生錯誤 好OK 所以如果不加會錯誤對不對 然後加一個小r 我們來run一下 看能不能把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把這個三重給讀進來了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那目前只有print了它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有串接的需求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加一個s嗎 s等於什麼 s等於這個嘛 這個 然後再把它print了s 也就是我可以先把 它的那個資料先放在s 然後再print 所以一樣 它這個資料只是說先放在 這個s的變數裡面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讀下一個怎麼辦 比如說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是應該 是我的 我是放在下載區裡面這裡 全整郵局地址這裡 那下一個是中立好了 那如果我要再讀中立 比如說我先三重再中立的話 當然啦 目前我們如果假設 我不知道有os.work這個方法 那我假設真的要寫的話 有個方法 但是比較不是那麼OK 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再把它直接再開一個 比如說我在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 在這兩行再複製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改成什麼 改成中立 有沒有 這邊是中立.tst 有沒有 就是 但是如果要把三重跟中立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先把這個有沒有 read到s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假設中立也把它read到s的話 他就把它蓋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串到後面的話 那怎麼串 記得喔 這邊記得要串在後面 所以一定要寫成s等於s加 這個就是把原來的東西有沒有 三重的東西喔 串在前面保留住喔 然後再串後面的東西 所以他會先三重再串一個中立 應該可以懂 這好像前面有寫過啦 這很重要 我發現有些同學對這個觀念不太清楚 這個叫 然後 自串的串接 串在後面 跟火車一樣 一直串著串 OK喔 好那接下來執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樣的話就是三重加中立了 可是會有一個衍生性問題 什麼問題 有沒有發現 中立怎麼 有沒有前面這邊應該是 這個三重的開 前面都是三重的 三重到這裡之後呢 因為檔案的尾巴沒有換行 它不是說換行換行 到最後呢 那個尾巴沒有換行 所以沒有換行 會造成你中立串的話 會串到它的 剛好它的後面 所以怎麼辦 你看 可能如果比較貼心一點的做法 應該是在這個 串接的尾巴 有沒有 再跟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反斜線N好了 有沒有 然後把它再串中立的東西 再串 應該這樣OK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剛剛那個問題有沒有存在 剛剛中立好像就會 中立那個沒有了 剛剛的問題就不存在了 應該到這裡了 對 中立在這裡 剛剛本來如果沒有加這個 反斜線N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說 它會接到這個中立的 右邊這邊 但因為我加了反斜線N這邊換行 有沒有 它就被換到下面去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過 將來我的程式可能會希望說 這個檔 三重跟中立 不要黏在一起 這樣黏在一起 我無法辨識 所以 我有可能會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在這邊 再多一個換行 就是中立 三重跟中立中間兩個換行 你看看 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 那個三重的尾巴 這邊是中立的開頭 OK 有沒有 所以當然如果你假設 要把它兩個分開 你可以加兩個換行 串到這個中間 OK 好 所以第一個step應該可以懂 意思吧 就是獨檔跟串接沒有問題了 但是問題我只有串兩個 現在後面還有20 總共25個 還有23個等著我們怎麼串 你說老師那我知道 再把那個中立那兩行負貼 然後再把它改 哇 那不得了 雖然可以寫出程式 跑也應該沒問題 但大家好像感覺 不太像寫程式 好像另外一種形式的圖法煉綱 OK 你說不行嗎 我跟你講 如果實在寫不出來 這也一種寫法 只是說 當然我們就必須要用到 我剛剛講的 就是 Always and Work 所以 Always and Work 能夠做什麼 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產生我們要的這個檔名 有沒有 跟副檔名的一個串列 所以如果我假設有這個 檔名跟副檔名的串列之後 然後我把它放在我的程式裡面 配合一個回圈 那不就可以把這個地方不斷不斷的變動 然後把它換下一個換下來 然後它就串串串串串 最後再把它存檔起來 那這樣就OK了 對 最後還有 我們希望把它存檔 我們先把它存檔複習一下 F等於什麼 假如說我希望幫我存一個檔 存在哪裡呢 存在一樣 F等於Open 所以存檔 Open開一個檔吧 我把它放在哪裡了 也許放在download好了 我希望在這個download 放這裡 download底下幫我建一個檔案 叫o.txt好了 不要放全省尤其地址 因為放進去會混在一起 我把它放外面好了 然後呢 它要把它寫出去 那寫的話是一個w 有沒有 然後存檔還記得吧 然後後面的話f.right 然後right的話就加s就可以了 把s 那就是上面這個東西幫我寫進去 然後呢 在f.close 有沒有這三行 這三行很好用喔 這樣就存檔了 OK 好 存檔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o.tad執行 有沒有錯誤 這邊有個錯誤 這邊有個錯誤 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寫錯了 他說這邊有余法錯誤 三重 啊 我剛剛好像直接拉過去 所以它這邊就 應該是複製 結果把它變成移動了 有沒有這邊漏掉 這邊r也不見了 好 OK 那這樣的話 應該這樣就OK了 然後最後把它存檔起來 存檔 那個沒問題 所以中立 三重跟中立應該就存檔了 存檔 我看一下我根目錄 那我不是放這裡面 我是放下載 所以下載裡面應該有個o.txt 打開之後裡面應該就是三重加中立 OK 有沒有 中間應該會有個 對 隔行有沒有 因為我兩個換行 好 那這樣的話 兩個合併應該沒問題 等一下 只要再解決那個 always.work 再把它串進來 那全部合併就OK了 其實後面也可以衍生 待會我們會把這個衍生到excel 所以如果你假設25個 你說老師我希望把25個檔 變成25個工作表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OK 那不就變成一個工作鋪了 對 只是要怎麼做 讓他想 要寫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我也不會寫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有時候你可以問一下chargept 他會給你一個提示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些事情 試著做做看 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寫出來 所以工作上很多都是個別性的 都是跟你工作 如果跟別人不見得一樣 那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這問題就好解決了 不然以前怎麼辦 如果要把這些東西變以sale 怎麼辦 Ctrl A Ctrl V 然後再資料剖析 因為它是空白 它不是豆點 然後資料剖析 剖完之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如果假設這 如果不會變動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經常一直變動資料 你每次都在示範會時間 可是如果你把程式寫完 那這件事執行完解決了 OK 所以試一下好了 所以第一個step 請各位先想想看 先把三重跟中立合併存檔起來 那我中間是兩個換行 OK 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再思考一下 怎麼樣產生這個資料夾裡面的 所有檔名跟副檔名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 那後來我查了一下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 OS.work 它可以幫我把這個資料夾裡面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怎麼使用它 OK 試一下